新生防护力全面启动 健康保护力是精彩人生的关键 宝宝从新生时刻开始 便从妈妈身上获得满满保护力 启动健康守护 益生菌等于关键健康维持 宝宝的健康防护力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而益生菌的平衡 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能启动保护并抵抗外在健康的伤害 源自母乳珍贵益菌 饮食习惯是打造健康的关键 经研究证实 宝宝从母乳中获取数千万只益生菌 孕育俊落 提供健康体质的基础打底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 母乳赠予的珍贵益菌也逐渐减少 日常生活中的外在环境因素 例如生活压力 不当饮食习惯 药物烟酒伤害 环境污染毒素等 都会影响菌虫生态 可能导致健康失衡 尖端科研 潜移益生菌 Genest使用尖端科技 从母乳中分离700多只猪菌 严选五株独特菌种 降薪打造高效配方 更以独家制成技术 确保益生菌最佳活性状态 严选巨线 Mune Bio合一菌株 使用全自动化生物挖矿先进技术 加速70倍进行效性研究 进一步探索 母乳益生菌与人体血同机制 研究更突破发现 独家Mune Bio合一菌株配方 不仅维持消化道健康 更能调整体质 维持生理机能 七彩蔬果88酵素 为确保Mune Bio母乳益生菌 维持最佳活性 Jeaness关注开发88种彩虹蔬果 酵素精华 不仅为益生菌提供多元营养素 打造优质环境 Jeaness Mune Bio 为您打造健康精彩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过敏体质以外的人 像是体质比较差的人 在这个时节其实也会特别的容易感冒 所以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刻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 我想这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结衣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绝对是一个适合所有人最棒的一个营养补充品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 要来跟我们分析结衣菌这支产品 那我们就先请他们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 首先先请Vincent 哈喽各位解释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叫做Vincent 我本身是一位营养师 以前有在医院从业过 那本身也是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各种保健食品 一般健康食品的一些产品设计师 那么在产品设计的部分 我每年会研发超过300只以上的新品 那么在针对整个市场 还有新品研发的一个算是经验来说 已经超过10年了 那么当然不管所包含的品项 包含益生菌 酵素等等 各种一些美补物相关的健康类的产品 也都有一些涉略到 那我们请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杰斯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Miles 然后我是维生物发酵工程将关的博士毕业 然后已经在维生物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已经工作了大概十几年的这样的时间 我们从原本在用很普通很传统的方式 做发酵或培养跟培养益生菌 或是维生物 然后以及我们其实还有接触到更多的 就是类似于像是医药相关的这些维生物的培养 我这边都非常有经验 大概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的话 每年我们可能都会做十几到二十个 这样的一个维生物这样制成的一个放大 跟这样的一个生产跟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在这十几年过程中 我们从人工的方式变成了自动化的方式 从看不见的只能靠探索或是经验 去生产益生菌或是这样的维生物产品 现在变成了完全靠自动化 靠这些先进的一些大数据的方式去做调整 以及去生产出最合适的一个产品 这些我们都非常有经验 太棒了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就是呢 透过这两位专家呢 来帮我们剖析结衣菌的一个优势 今天的课程绝对是非常的精彩哦 所以说如果你还有伙伴没有上线的话呢 赶快把这个课程分享出去 赶快邀请他们上线来聆听哦 那其实呢 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谈谈结衣菌哦 在谈结衣菌之前呢 其实我们呢 其实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 其实我们谈到益生菌哦 其实先谈到肠道来说好了 肠道我想大家最直觉的感觉 就是它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 就是帮助我们把一些身体的肺物给代谢出去 那传说中呢 还有人说就像肥胖的人啊 或者是就是有便秘问题的人呢 体内的宿便甚至可以高达7到11公斤这么多 所以也有人把益生菌酱这个产品呢 当作是减重的辅助产品 但是呢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指出了哦 其实肠道它不只是仅是一个排毒器官而已 其实呢 它跟我们 它也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的低到长层 它跟我们身体的健康 其实就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首先我就要先请Vincent来跟我分享一下 肠道的健康 它跟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其实Lindsay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在我们大概将近10年以上的一个产品研发过程当中 实际上大概在这10年当中 不管是针对各种保险食品 尤其是在益生菌的研发上面 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科学的文献的指出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来源 大家一开始Lindsay都讲到 实际上针对整个益生菌 大家都会认为跟我们的整肠 健胃等等这些有关系 大家都会想说 我如果呼泻啊 如果便秘啊 就是吃点益生菌来说 确实益生菌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功效 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同影片上面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数字 我们人体大概60兆的细胞 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物竟然有多达数百兆以上 但是这其中的99%以上都存在于我们的肠道当中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 整个肠道当中竟然含了这么多的维生物 当然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也不单单只是局限于所谓的腹泻啊 排便这些整肠健胃的功效 其中还包含了所谓一些免疫 还有所谓的一些睡眠啊 甚至到你的过敏等等你的整个消化系统 甚至我可以讲啦 到你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 那么当然难道说我们今天只是一种益生菌 就能够对于我们全身上下这些功能 达到一些整个完整保护的一个效果吗 实际上并不然 所以我刚才讲说在这10年来 我们整个在益生菌的研发的市场 以及产品的开发 它算是走向了一个精致化 专业化的一个方向 大家都会针对很多的菌 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王博士肯定有非常多的一个设例啦 所以大家才会在这近几年来看到 针对所谓益生菌的市场跟产品当中 渐渐的就像是结义菌一样 可能会特别告诉你说 我们在这里面添加的配方 不只能够帮助你整肠健胃 甚至可能可以帮助你整个免疫系统 调节一些运作等等 所以说其实我们尤其是像现在免疫的议题 真的是非常的红 但是就我所知 其实益生菌 你要对于免疫能够调节的话 其实它在菌种跟菌素上面 其实特别要求的 没错 没错 实际上大家都会觉得是说 像我们以前啦 大家都觉得菌 一开始现在想说是益生菌 然后后来开始大家越来越诉求说 我们100亿 200亿 300亿 到底要多少的菌素 还是说多少的菌种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来说 才是有功效的 实际上其实针对这些研究来说 有非常多的权威性的期刊 举例来说 像我们最常听到一些 Nature Science 等等 其实他们都有针对 或者他们底下的子期刊 都有针对我们厂道的一些菌素 还有所谓的菌株树 进行所谓的一些研究 那其实近几年来就有发现 其实如果你今天要针对你整个消化 护免系统调节 菌树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简单来说啦 如果你的菌树太少 或者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况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身体来说 并不会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菌株树的挑选 因为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异菌嘛 但是并不是每一种的菌株 都能够对于你的身体 产生一些好的一个帮助 是 所以说其实杰菌它很特别就是呢 它里面挑选的是母乳益生菌 母乳益生菌呢 那这地方我就要请教一下 就是王博士 以配方来看呢 王博士你怎么看这样子 一个母乳益生菌 它有怎样的一个特色跟优势 我觉得这个母乳益生菌就是 我们需要多讲一点点内容 因为实际上 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母乳益生菌 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概念 其实小朋友实际上 他在出生的时候 他肠道内是没有任何的微生物的 然后所以他的免疫系统 大家会认为 他好像免疫系统是因为 喝母乳中的里面的一些蛋白质 或是抗体 才会产生 它对他一些外界的一些免疫 或是外界的一些 疾病会有一些抵御 但实际上不然 我们会其实在现在的研究发现 母乳中其实含有超越700多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微生物 也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也就是说在母乳给我们小朋友 他的一些抗体的同时 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小朋友体内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然后可以帮助他在肠道内构建出一个完整的 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 因为刚刚Vincent有提到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疾病 其实都来源于肠道的微生物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给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母乳中含有的益生菌 所以他就可以一开始就调整一个 很好的免疫的一个系统 我们就会好像是一直在得到妈妈的呵护一样 我们肠道内就可以一直会有 这样的一个母乳的菌去做调整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市面上常常看到的都会是 好像来源于泡菜啊 来源于植物啊 来源于其实一些空气中啊 甚至是粪便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微生物 那但是这些东西 势必还是不是我们体内的 我们不是母乳中带来的 我们不是天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 他实际上的吸收跟适应 跟实际上构建我们体内的那个免疫系统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所以说我们选自母乳这样700多种的 这样的一个益生菌中选出几种 来给到我们消费者 给到我们的杰斯德这样的一个伙伴的话 就是我们是筛选过 然后而且是最适于我们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成年人去适应 然后另外一个是可以构建出一套真正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虽然母乳中不是无菌的 然后大家都会想说 那母乳中的菌到底从哪里来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讲法 可能是从妈妈皮肤上的菌 有可能会是从宝宝口中的菌 但实际上最新的科学研究 是公布出来是说 它实际上是来源于 所谓的肠乳轴线 那什么是肠乳轴线 那科学研究报道就直接可以指明说 是因为通过我们肠道中的一些素土细胞 把我们肠道 妈妈肠道内的一些好的菌 所抓住 然后通过淋巴系统等等的 一系列的传到 我们的母亲的乳汁中去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传给小朋友 所以其实母乳中不是无菌的 小朋友的免疫力也不是来源于 只有母乳中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或抗体 更多的是那些母乳中的菌 所造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完整的免疫系统 哇真的是 谢谢博士跟我们这样子一个分享 那之前我就觉得很有趣了 那所以说是不是像补胃母乳的妈妈 其实她是特别适合来补充益生菌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因为她就可以直接补充这样子一个好菌 然后直接提供给宝宝 然后更多的这样子一个益生菌的这样子一个来源 我觉得林几在讲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因为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哺乳其人女性 我们就说 像我们以前当过营养师嘛 说你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然后补充多吃一些糖糖水水 然后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实际上这些营养素 这些比较非常巨量营养素 是当然有它的必要性的 但是刚刚王博士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肠乳轴线 实际上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 我们一般的小孩在出生之后 实际上一开始出生后 它真的肠道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菌的 那后面它所产生的不管是菌 可能你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菌 所感受到感染到一些菌 那么当然还有后面你在 不为母乳来说 这个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变成是说 母乳它其实对于我们宝宝来说 这个肠道的菌来说 它是一个第一道的防线 所以在你出生之后 如果能够不为母乳 我们近十年来的研究发现 如果你今天是不会母乳的 跟我们在服用配方来的 实际上这个宝宝在后续的 整个肠道的状况 不管是腹泻啊 还是说针对整个肠道一些 针对副食品的耐受性 甚至在过敏免疫方面来说 都是以母乳的方面比较好 但像Linsey也问到说 那如果我们今天直接在母乳当中 我们母亲在哺乳期的时候 我们直接服用一些 针对母乳益生菌的一个补充 是不是对于母亲 小孩子有来说一个好处 所以大家一定会想 这个肠乳轴线 刚刚王博士提到 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的敏义细胞 也就是宿毒细胞 它会直接伸出所谓的触手 那它这个触手 就像是在针对我们母亲的肠道当中 进行捞啊捞 捞到一些针对宝宝来说的好菌 那这些好菌 在经过刚刚王博士所提到的肠乳轴线 我们的淋巴轴 一直到我们的乳 那个我们的母亲的乳房当中 在进行乳汁的分泌 最后再给我们的小宝宝吃到 那这些都是属于针对所谓的异菌的 所以其实母亲的整个肠道菌相的健康 间接的也完全影响到 后续小孩子所吃到母乳的品质 真的 所以真的也特别推荐 哺乳中的妈妈呢 真的可以多补充这样子一个好菌 然后不仅呢 帮助自己的这样子一个体质的一个调整 也帮助宝宝的免疫的一个建构 那我就会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们母乳医生菌 节育菌它是它最棒的这样子一个特色 那我要请教一下Vincent 以你的经验 在市场上面母乳医生菌常见吗 这个问题会 可是蛮直接的 为什么会做直接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从 大概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我们开始出现 非常非常多医生菌的产品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一开始都只知道 大概几种菌 相信大家可能听过 所谓的A菌 B菌 这种最常见的一些 比较好培养的菌 那大家都想说 这些菌跟我们刚才一开始开头有提到 其实主要针对整肠 健胃来说 那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那当然有些人吃 有些有些人吃没效啦 那么当然 大家比较不会去在乎 像刚刚王博士说的 可能有些是来自于泡菜 有些来自于水果 甚至有些从粪便当中来的 这些东西我们比较不会去 在意它的来源 但是为什么近几年来 针对母乳的 益生菌的产品来说 它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但是其实上我讲的是越来越多 它在整个市面上的占比来说 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原因就是因为 刚刚王博士提到 我们在针对整个母乳上面的一个研究 其实真的是 算是我觉得可以讲 近五年来说 如雨后春酸般产生 越来越多 越来越精细化 那么当然 这会反映在我们后面的市场的需求 以及产品的设计上面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去上网 找到有一些针对母乳上面的益生菌 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虽然它可能诉求是来自于母乳的 但是它今天这个母乳益生菌并不代表百分之百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一定是好的 一定要做过相关性的一些研究 以及它整个配方里面的一些 整个搭配来说 是要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菌的生长 或者是能够增加到产品 在吃下去当中 对于我们肠道当中定值 才能够真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产生性影响 所以大家不妨去市面上查查看 如果说针对母乳益生菌 当然有越来越多的情形 但是真正有做过研究的 或者是真正能够对于我们人体 产生一些功效的 实际上少之又少 是所以说结衣菌呢 它真的是非常棒的是呢 我们挑选的这些母乳益生菌呢 都是经过有真实的临床研究 是真正能够定值在身体里面 对我们的这样子身体防护呢 起到作用的这样子一个好菌 那我们讲菌株很重要 因为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当然菌树也很重要 那在结衣菌当中呢 它最棒的就是 它一包里面就有一千亿的这样子一个好菌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博士了 因为呢 其实要有这样子的高菌树 它是需要特别的技术了 对不对 当然 就是但千亿的部分 我还在先强调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常识 就是刚刚的Vincent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常常内实际上是有数百兆的微生物 数百兆的微生物 数百兆兆是什么 十的十二次方 千亿是十一次方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市面上常常遇到的那些产品 大家都说可能是百亿 甚至是几十亿 或是可能上亿了 那大家想象一下 百兆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们如果只是用少少量的 这样的几十亿 或是几百亿的菌 去补充 或是想要去改变我们肠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是调节我们肠道的免疫的一个状况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所以 所以刚刚一开始强调 为什么菌术很重要 我们这边推出的是千亿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益生菌的一个量 那就是因为 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数量 才可以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肠道 去面临这 数百兆的这样的一个微生物的这样一个群体 我们去改变它 我们去让我们真正的免疫的一个系统 去做真正的调整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关于服用益生菌的一个时间跟情况 我们在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塞里面 可以看到说 在这张图里面 如果我们常常的服用益生菌 它是实际上是可以在稳定的 维持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一个数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个 第一个绿色前面 14天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图 图谱可以看到说 它是益生菌的含量是可以维持在稳定的 当我们停止补充益生菌了 那如果我们停止补充这样的益生菌 会有什么情况 在14天内 14天内就会慢慢的可以看到 它那个蓝色跟灰色曲线就会趋近于零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肠道内的益生菌 会被不停的洗出 所以在补充高剂量的同时 我们要持续的补充 才会有不停的改变我们肠道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为什么1000亿会更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现在一个很知名的 一个研究的杂志给出的一些研究报道 可以看到说蓝色的部分是四个菌 蓝色的部分是比较高菌素的一个产品 黑色的部分是比较低菌素的产品 也就是可以看到说 我们当服用比较高菌素的产品的时候 在肠道内的这样的一个定值率 会是比我们服用低菌素的一个定值率高很多的 那所谓的定值率 其实就是可以在肠道内 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些微生物 那些益神菌 它才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肠道那个状况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免疫力 然后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益处 这样的一个益神菌 所以高菌素长期服用 才会是我们真正可以达到 这样一个有效的产品 以及有效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服用它的一个效果 谢谢博士这样子一个分享 那我们的结衣菌呢 我们有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呢 来做出这样子一个报告 我们每包三公克里面 其实它就含有1.9千亿 将近2千亿的这样子一个高菌素 那其实呢 在追求高菌素这件事上面 因为其实很多厂商都知道 一个就比菌种嘛 再就比菌素嘛 那我们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呢 我这边我就要请教一下Vincent呢 那这个部分 很多坊间也有宣称高菌素的 这样子一个产品 那我们消费者在做选择购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我相信我们线上非常多伙伴们 都已经看到我们这张当中 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的字 我们在这边没有添加长球菌 冲高菌素 我在这边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长球菌 实际上长球菌 真的是当初益生菌产品出来的时候 蛮常添加的一个所谓的菌种 实际上长球菌它本身 它是一个算是统称啦 它叫做长球菌素 我们最常听到的有所谓的 食长球菌跟粪长球菌 实际上这个名字并不是非常的好听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当初 它真的是从人体的粪便当中 所分离出来的 那么当初这个长球菌 它实际上在吃进去之后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真的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通常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腹泻或便秘的等等 它都会达到一些整长的效果 那你会说 既然它有这么好的效果 那为什么在这个结印菌当中 你们竟然直接讲说 没有添加长球菌呢 实际上有个原因 长球菌它本身体积真的是蛮小的 而且它在实验室来说 我相信王博士肯定知道 它非常好培养 它培养的真的是非常 可能连我都可以培养 但它基本上 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小 又这么好培养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三课里面就要去添加 像刚刚我们检验报告所提到了 间计2000亿的一个菌树 你们为什么不添加长球菌 它又有这么好的效果 实际上原因是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指出 这个长球菌竟然对于抗生素 某种抗生素来说 有一个抗药性的存在 那么也是因为这个抗药性 而会导致所谓的医院的一些群聚感染的情形 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导致说在针对后面长球菌 还有针对药物 还是针对人体的各种研究 所以做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目前整个国际上的趋势来说 长球菌它实际上不建议添加在我们所谓一般食品当中 那么当然如果你今天 如果真的要添加长球菌 你一定要能够附上说 你今天所添加的这个长球菌的菌株 它是真的能够对于人体无害的 我们才可以添加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今天不使用长球菌 去冲高整个菌树的话 我们必须要透过其他的好的菌 包括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木乳医生菌 来去增加到整个菌树的一个 包括刚刚王博士所提到的 包括后续的定质率 还有整个身体调节的效果都很重要 那么当然就会造成你在后续整个产品的设计上面 以及在还有生产上面的成本大幅的增加 真的是因为其实要在一包当中 就能够含有1000亿这样子的一个菌树 其实呢它是真的需要特殊的技术的 那这个技术的部分呢 我们不要请王博士来帮我们说明了 好这个的话就是这张投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益生菌的生产流程 大概就会分为培养 然后离心或浓缩 然后以及包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冷冻干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也好 或者它的原料 它的回收率都不会到我们后面看到的99.5% 那原因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它没有办法做到很全实的这样的一个 培养过程的监控 另外一个 我们是直接可以用显微镜 用电子显微镜 可以看到我们包覆的一个实际上的状况 它包覆前包覆后 益生菌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完完全全看到 可以掌握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说我们这样整个一个过程中 在冷冻干燥 它其实有点像是黑箱的一个过程 我们其实平时在以前的技术上面的话 大多都会是用所谓的 用一些参数 可能冻干前 冷冻干燥后 这样的一些参数去做一些推算 它是不是OK了 它的干燥状况是不是好了 然后最后 最后再把益生菌拿出来 然后就确定它OK没问题 但我们现在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都有改变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直接可视化的方式 找到最好的条件 原来它这个整个过程中 是最后是干的 但是它实际上可能干燥的过程中 让很多的我们的益生菌 它都已经残破了 它可能都已经受伤了 它所以没有很好的存活下来 所以它最后的回收率 不会到99.5%这么高 也就是意味着 可能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 它生产出来的这些益生菌 是没有那么健康的 是活的没有错 但它没有那么健康 它只是普通的 就是士兵 但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给到杰斯特客户的 给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伙伴们的 都会是非常精兵跟强将 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太棒了 谢谢博士的这样子一个分享 真的我觉得就像博士 你开始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一样 其实在维生物这样子一个制程上面 除了说技术的一个眼镜 其实呢 在设备上面 其实呢也都有这样更好的这样子一个进步 你使用更好的设备 我们可以不仅仅是使用阐属 而是可以直接去监控整个生产的一个流程 达到99.5%这样一个超高的一个存活率 而且确保我们所得到的菌都是非常健康的好菌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你总不会希望你招募进来的士兵都是那个 就是残 这叫什么 老弱残兵 没有作战能力的话 那真的也是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对抗我们100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啊 就是它的显得作用的一个效果 它就更看不出来 但提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有趣啊 因为坊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品 其实它的菌素可能也不够 然后使用的菌种也没有很特殊 但是在坊间消费者亏亏来说呢 都有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这我要请教Vincent 这个问题就稍微有点黑暗了 我为什么会用黑暗来解释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相信大家在近几年来应该会看到 不管是益生菌还是说其他的产品 可能在它会特别在行销上的时候 它会打上说不含所谓的西药 或者是说番茄液等这些成分 实际上如果你今天去服用 所谓的益生菌的产品 我在这边要跟我们的伙伴们特别讲到 益生菌它当然对于我们肠导 肯定会有整肠经胃的效果 但它并不是泄药啊 它并不是说你吃下去之后 你马上就能够 讲到说你刚刚Lindsay所提到了 有些人的宿便可能到7到11公斤 你可能一吃下去 难道你希望你马上你的宿便7公斤立刻排除吗 不会有这种事情 今天就算是泄药老实说也做不到 所以你今天本身如果吃益生菌 你应该就觉得说 天哪 为什么你们家的其益菌吃起来 都没有让我变变 都没有让我马上有感 各位你反而要反过来担心 如果你今天所挑选的益生菌产品 如果你以前所挑选的益生菌产品 它马上就会造成你非常急剧的一些 不管是肠道蠕动 甚至说腹泻便秘的一些状况的话 其实你要担心 这并不是有感 有可能是它在里面偷偷添加一些步伐的成分 包括刚刚王博士提到 我们整个益生菌的制成这么的繁复的复杂 当然那只是益生菌本身 今天在整个产品当中 它如果真的想要去添加一些步伐的成分在当中 我老实说对于某些厂商来说 可能来说蛮简单的 但是在这一方面产品会有一个状况 你可能刚开始吃的时候 前一两周就说不会啊 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它好棒哦 但是你再继续吃大概三到四周 甚至到一个月以上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肠道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 番茄跟西药 它其实对于肠道来说 长久下来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成分 它久了之后会造成我们肠道 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发炎情形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后来发现有非常多 在我们医院问诊的一些病患 他们都会说他们肠道有些状况啊 或者说他们觉得腹痛啊等等的 我们后来去经过一些协议的调查 发现它其实肠道有非常严重的发炎情形 我们才知道它可能长期在服用一些 有添加不法成分的一些益生菌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一开始你觉得非常有效的这种益生菌 竟然到那时候没有效了 甚至会导致你非常严重的腹泻 或者非常严重的便秘 当然也会导致说你不疼的情形 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在服用益生菌 它能够渐渐的去调整你整个肠道 甚至你全身的健康来说 其实它并不会造成非常剧烈的一个体感 当然有些人的肠道比较敏感了 你可能在吃了解育菌的时候 你肯定还会影响到一些排便的情形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今天长期服用下来 因为我们益生菌都是要长期服用的 刚刚王博士有提到 如果你两周后就停下两周后 其实马上就侦测不到 所以在我们长期服用 如果解育菌的情形 它并不会造成上述的这些副作用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服用益生菌 发现久了之后下来 有这方面的副作用 大家可能就要担心里面的成分了 是 所以真的不是有感 就表示说一定就成分特别好 有的时候反而是 它可能里面反而是添加了一些 不好说的成分 是 这也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结育菌当中 其实它真的很棒的是 我们它里面使用的是 母乳来源的一个菌株 而且在整个制程当中 我们还要使用三成的一个 包买的一个技术 来维持好菌的一个活性 让我们的好菌可以通过 卫生胺通过胆检 到达肠道来发挥作用 更容易定制在我们体内 来提升防护力 那但是呢 有人就说 其实益生菌这个产品 除了选择好的产品以外 吃对食肌也很重要 如果你吃错食肌的话 可能有吃跟没吃是一样的 那这边我就要请教一下王博士 像解育菌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怎么吃才是最好的 其实这是常常会遇到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饭前还是饭后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吃 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才会是有效的 实际上大家会常常听到说 是不是要饭后 一定要饭后吃 因为可能是我们饭后吃的时候 这样的话 我们的胃酸已经被稀释了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 肠道已经可以 就是适应这样的益生菌的 这样的一个过 进去的一个过程 那实际上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结育菌 实际上是刚刚有说到 已经有三层的饱腹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前面有提到 我们是通过非常好的呵护 以及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都是非常强壮的 所以其实它饭前也可以 饭后也可以 所以就是大家想要吃的时候 都可以去补充就对了 因为我们不会担心 它会有胃酸或是胆碱 去影响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说其实真的 其实很多人就说 其实你什么时候吃 其实还是要看这个 你的益生菌 它本身有没有包袱技术 有没有保护好 要不然如果你没有保护的 这样子一个好具体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被胃酸来破坏 所以说很多人才会听说 就为什么要反后吃 但像结育菌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即使你饭前吃胃酸分泌 它也不会被伤害到 因为它是有三层的 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技术 反而饭前是空腹吃 它会更快地到达肠道 来发挥作用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饭前饭后吃 这样子一个问题以外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用药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药物 尤其是抗生素 可能它会不止杀死坏菌 它也有可能会杀死我们体内的 这样子一个好菌 那如果我们要补充 像这样子结育菌的产品的话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这边请Vincent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以前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我还记得 因为我们营养师 有时候要针对我们很多的病人 做一些胃酵 我们医疗 有时候可能会聊半小时以上 它一进来的时候 尤其是大概有比较中老年的一些婆婆妈妈 或者是说 比如说阿公阿嬷 他们都会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先做一件事情 他们就先把包包拿出来 我跟你讲 我有吃这些药 全部就打开来 我能不能吃你的那些 保健食品或医生菌之类的 当然 我相信目前在镜头上面的 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 肯定也会想说 那我现在这个药 能不能搭配我们结衣菌一起使用 当然我们无法直接 一一帮你们做一个比对 那么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我们刚才前面有所提到一个抗生素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抗生素其实真的会去杀我们的肠道当中的一些 不管是好菌还是坏菌 它确实是会杀的 那么当然你只要说 那我听说吃抗生素的时候 就不要跟医生菌一起吃是不是这样 那其实我反过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如果今天真的吃抗生素 不能跟医生菌一起吃的原因 是因为你把医生菌被杀掉 但并不是说你会造成 医生菌一起吃 还会造成所谓的副作用 或者是说造成一些不良的反应 那么实际上近几年来就有研究 我们的药师公会也有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实际上你在服用抗生素的时候 其实是能够吃医生菌的 因为虽然说会被杀掉 但它实际上在服用抗生素的前跟后 我们反而尝到更需要医菌的一个补充 那么当然你会说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服用抗生素呢 我还是给各位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今天你要跟吃药物 跟假说我们的结义菌来说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间隔一到两个小时 我们当然能够避免到任何的交互作用 或者说能够避免到 影响到吸收率的一个情况 是最简单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目前在服用抗生素的情形 当然我会建议你 如果说你真的担心 你可以间隔一两个小时 但是我会建议你 在这个疗程的前跟后 一定都要先补充我们这个结义菌 是的 谢谢Vincent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呢 在我们结义菌当中呢 除了说我们有好菌以外呢 我们里面还添加了 就是益生源 也就是好菌的食物 这样子一个成分 让好菌可以顺利的生长 那一般常见的益生源呢 我想就是像寡糖 橘糖这类的膳食纤维 那但是呢 在我们结义菌当中呢 它还添加了88种的素果酵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王博士了 那为什么结义菌呢 它会添加这样子一个88种的蔬果酵素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作用吗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添加88种的蔬果酵素 所以我们可能想要先要知道 所谓的益生菌 或者说是它益生菌所需要的益生质 或是益生源 它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它实际上就是给它吃的 可以让益生菌更好的去生长 可以在我们肠道里面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或者是一个 它的一个像是饭或菜 但是我们平时讲到的 刚刚Linsey有讲到的说是橘糖或寡糖 或是其他的一些糖类 那大多数我们只能算它是饭 我们没有办法是说说 它是好像是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 或其他的 但是像我们现在的88种 那个这样的一个蔬果酵素的话 它实际上是已经经过发酵过的一个产物 然后它是精华提炼了88种的这样的一个蔬果的精华 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给我们的益生菌吃饭的同时 我们可以给它吃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伙食跟菜 以及营养的补充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要强调一下的是说 我们常常是说益生菌 它就是一个需要一个环境在生长 在肠道内 但是为什么要到蔬果酵素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是经过微生物发酵 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 微生物发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已经构建好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服用同步服用这样的88种的蔬果酵素 到我们体内配合结育菌的话 那也就是说我们到肠道那时候 它已经马上立刻就可以构建这样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环境 给到我们的益生菌 它可以很快的就复苏 很快的就定值 它不会说我还需要慢慢的适应我们肠道的条件 我们还要先吃饭 但好像没有菜 就是我们没有营养成分 没有微量元素 但88种蔬果酵素 一个是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营养小数 而另外一个 它实际上是因为有很多种的这样的蔬果酵素 所以说我们这些菌当中的这么多种菌 它都可以做好 针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可以去符合我们所有的菌种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是真的是谢谢王博士的一个说明 的确我们除了要喂养好菌 给它食物以外 其实我觉得88种蔬果酵素这样听起来 它反而它有点像是补品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们不仅要让你的好菌吃得饱 我们还要让它吃得好 而且呢 有88种的蔬果酵素 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菌的不同的需求 去提供它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营养素 这样听起来其实也很像是 给我们的好菌吃AMPM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大家有没有觉得 所以呢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因为 其实蔬果酵素 其实 它其实也可以独立出来 做成另外一支产品 但是呢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把它放到结衣菌里面 就是为了要给各位呢 最棒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组合 那最后呢 我就要请教Vincent 因为呢 其实我想要 益生菌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真的是不论大人 小孩 老人都可以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 那你怎么看像益生菌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它对现代人 你觉得它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可以直接讲的非常直接一点 益生菌基本上是 现在每个人必备的一个 我能讲的 补品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针对整个 目前研究指出 我目前 针对我目前比较进步的一个社会 老实说 以前我们 年代 像我们可能父亲 或者是说外公外婆的一个年代 大家都想说 光是能吃饱就足够了 但是以目前来说 大家都觉得是说 我们目前已经吃饱的情况之下 我们追求更健康的一个生理 那么当然 健康 包括刚刚刚所提到了 身体有70%以上免疫系统 所以说非常多的一个健康层面 都跟我们肠道有关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会讲出 益生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品 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疾病 包括不管小孩到老人 也不管是睡眠 免疫 过敏等各种相关 其实都跟我们的肠道的菌有关系 所以今天你在整个饮食 比较算是比较精致的情形 我们本身肠道其实也比较容易偏向于 不平衡不健康的情况 所以今天你可能会听到王博士 刚刚在用词上面 他一直在讲说 益生菌是在调节我们的肠道 他并不是在说 我今天能够增加到 或者是减少到等等 实际上他是让我们整个肠道 其实也就是让我们整个全身的健康 维持在一个调节平衡的一个状况 这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所以人家讲过一句话 过有而不及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过度补充 或者是说你今天过于吃了太多 某些食物来说 其实对于肠道来说都是负担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益生菌 在特别添加刚刚所提到 八包蔬果酵素 当然包括木鲁益生菌 甚至前面所提到 一个千亿的菌素 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产品的情况之下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长期的不用了 当然有人说 难道就它马上吃一辈子吗 我可以给一个简单的建议 一般我们在针对 整个国际上的研究来说 我们一般尝到菌 或者针对人体的实验 很多都会做三到六个月以上 其实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会比较有明显的 一个定值的情形 那么当然假如说 我今天服用了半年 你可能可以像王博士说的 你可以稍微先停用 一两个礼拜没关系 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形 但是记得后续 还是要记得继续去补充 那么在结液菌当中的配方 不管是木鲁益生菌 还是刚刚所提到 高定值的情依菌 当然包括后面提到 非常好的一个粮食 885消除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那我认为 目前益生菌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进行日常添加的一个补品来说 谢谢Vincent的一个分享 真的 我觉得把我们肠道呢 顾好的时候 就整感觉就是 其实因为肠道 跟我们全身健康都有关系 它就像是 帮我们身体做好大底一样 所以说 为什么说这个产品 它适合所有的人 来做一个补充 来做一个使用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样子一个原因 那我们现场伙伴呢 也有提出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的话 记得一定要在问答区来提出问题 好 那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我们其实有蛮多的伙伴 他就是在说 他有伙伴就反映说 吃了结液菌呢 会有胀气的问题 那尤其呢 我觉得容易发生这样子的问题的伙伴 其实通常他本身就 本身排便不是那么好啦 状态不是那么好 然后如果说他有过敏啊 这样子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产品 来做这样子一个 调理的话 有没有建议的使用方法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请Vincent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实际上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 其实针对你在服用 我不单纯讲我们的解疑菌啊 实际上你在服用非常多的 一个益生菌每个人体感都会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肠道的组成 本来就不一样 但是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举例 有些人会说 好像有点胀气啊 或者说好像有点排便等等 各种不同的体感 实际上刚刚我们提到了 我们肠道当中有数百兆个维生物 当然益生菌来说 它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栋 但是你今天 我们在补充一个好的菌的时候 我们当然说补充结液菌 一定是好菌嘛 你今天补充好菌 到我们肠道当中 其实实际上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啦 大家现在在现场 我们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他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 甚至有人在床上看啦 但是假如说今天我补充的益生菌 就像是你原本定职在这个床上 我今天过来说 我要来跟你抢空间 我要来占据你的空间 这会造成什么情形 实际上有点类似在是 争夺你地盘的感觉 如果说你今天本身 尝到的坏菌本身比较多 就像刚刚Linsey所提到的 可能它本身尝到就比较敏感 或比较不好的情形 我这个时候去给你一个好的食物 你会觉得说 对于身体是好的情况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在进行地盘争夺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你一些 不管是胀气 还是说一些 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这么好的一个体感 原因就是因为 那其实是你身体本身的防御机制 我们身体的防御机制 应该是说我们整个身体的 免疫调节系统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今天并不是说 你给我好的东西 我就完全不起任何的反应 实际上你今天给我任何的东西 不管好的坏的 我的身体其实都会有 大大小小的一些反应 那么当然我们在补充 疫生菌的非常简单的情况就是 我们要既然要去竞争 这方面你尝到地盘的话 所以刚刚王博士所提到 为什么要轻易一下 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到一些 精锐的一些精兵 你才能够去占领 这方面的一个地盘嘛 那当然在占领地盘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像我们刚才伙伴所提到了 不管是胀气压 还是其方面的一些体感 那么如果你今天肠道是本身比较敏感的一些族群 你可能体感会比较严重一些些 但是不用担心 通常这种情况一般来说 最慢最慢在两周或到四周 基本上都会解除掉 然后后续你就能够大幅地感受到 结义菌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效果 那在服用的用量上面 你会建议就是我们一般建议用量一天一包吗 还是有需要加强吗 我就建议比较简单 如果你今天是长期肠道状况比较不好的 我会建议加强保养的话 你可以一天到两包 那服用方法很简单 因为刚刚王博士所提到 我们是有经过所谓特殊的包买技术的 那你会说那两包要一起吃吗 还是分开吃 我会建议尽量分开来吃 不管是你早上还是说到晚上的时候 分开来吃 因为在不同的时间 其实针对肠道来说 它有一个调节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本身就有常常在服用结义菌 或者是本身有常常注意自己饮食生活做起的情形 那么可以尽量就是一天一包的情形 这样就OK了 好的谢谢 那在现场有伙伴在提问 就是说我们讲的菌株是母乳来源 那大家就很好奇了 请问这个母乳是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是不是请王博士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其实母乳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做母乳的收集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非常非常多的母乳来源 因为在台湾这边我们其实有跟台大医院做合作 所以说这是台湾这边是非常非常好的医院 我们这边有从那边留下来的出乳 然后我们去因为刚刚哺乳的那些出乳 才会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只要有怀孕过 然后生过小朋友的妈妈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出乳才会是最有营养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从台大医院这边 然后筛选了非常非常多健康的妈妈 然后才从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很大量的样本中 去筛选到对应我们现在这边所提供给 就是解义郡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母乳的一个郡种 那其实像是这种 因为我在坊间啊 就是也有看到有一些行销上面 就有谈到就是说 是不是像是不同地区的这个 因为母乳不同的人 其实母乳组成它也会不太一样 郡种组成也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像亚洲地区 我们使用亚洲地区的这样子的母乳来源 郡种对于我们亚洲地区的人来补充的话 这个感受性会不会会调整性来说 会不会也是会比较好的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可能从欧洲 或者是从就国外回来的朋友 他们会常常会也是带了一些益生菌 或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身上 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因为水土不服 或是可能是一些在生活过程中 我们到出差的时候 他会遇到不一样的这样的微生物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会对他的肠道造成影响 所以他一样会带一些这样的一个微生物 在身上 益生菌的品类 所以说我们补充的是亚洲人这边 最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微生物 是给到我们大家 谢谢博士一个说明 那现场也还有伙伴就提问 就要说 小朋友想要来补充我们的节育菌的话 从几岁开始来补充是适合的 那用量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 我们请Vincent来帮我们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常见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不用想的太复杂 其实基本上我们 如果在服用益生菌产品之前 请先确保你自己身体上 没有任何的疾病 当然如果你今天有疾病的话 或者是例如是小朋友 有肠病毒 还是其他疾病 我们先以治疗为优先 但你今天在处于一个健康的 亚健康的一个状况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在服用副食品开始 实际上就可以开始 服用我们益生菌了 那我相信大家在 尤其是各位宝妈 其实在针对小孩子的益生菌的挑选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很多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医院的营养师 一般来说在 不用副食品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那么在计量上面 因为一般来说 刚刚Lincy有提到 我们一般建议我们的成人 可能一天大概一包 如果说加强保养者一天两包 那么当然小孩子 他本身的话 一开始的肠道的 迅速并没有这么的复杂 他没有像我们饮食这么的复杂 他饮食情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也可以一天一包为主 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子 他常常本身比较敏感 或者是你认为 小孩子被你保护得非常好 实际上你如果要拆成半包来吃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保存方面 父母亲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如果你打开了 我们还是建议你赶快把它吃掉 所以你可以自己半包 跟小孩子半包一起服用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 那再来呢 就是其实在补充这个结衣菌 还有伙伴就在问说 如果说他要再吃一些 其他营养补充品结衣菌需要跟营养补充品错开来做使用 因为我们刚才讲药物需要最好就错开使用 那像营养补充品呢 你觉得 实际上针对医生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是说 今天我们的伙伴们 他真的在补充的营养保健食品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 因为营养保健食品非常非常的多 它里面所添加的成分也非常的复杂 那么刚刚王博士有提到 其实很大一个重点是因为 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个非常好的包买技术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非常任意的选择所食用的时间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伙伴们真的担心 你跟你自己有在服用的保健食品 或者是说一般的食品有进行所谓的冲突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线上做咨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像跟药物一样 我们直接就间隔一到两个小时分开来吃 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一般我们像是这种营养补充品啊 像是我们比较简单来说 我们以配犬来说啊 其实像我们节食的配犬它其实就是蔬果这样子一个萃取 那就像是你吃饭一样吃菜一样这样子一个概念 其实呢它就比较没有这么严格 就是说啊一定要间隔多久 它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是饭前饭后 其实节育菌它都是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我们做这样子一个分享 我想大家呢对于节育菌呢 应该都有更深一步的这样子一个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月我们还有第二堂的课程会在我们的线上香港节育大学之后 也就是3月24号一样的早上11点来做举行啊 同样的内容也是会是探讨节育菌的这样子的一个它的一个配方 那下一堂课呢 我们主要会是针对呢 就不同的菌株它的功效呢 来做一役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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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